不愧是CBA联赛的MVP,打国内球队王哲林太强了,在刚刚结束的一场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,中国男篮94比76战胜了南京同西队,其实挺危险的,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,中国男篮36比44,落后同西男篮8分,在下半场奋力的反超之下才赢得了比赛。 数据方面,王哲林砍下了全队最高的16分,打国内球队大王从来没有怕过,同西这边是单外援出战,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国家队总是会喜欢和南京同西队去打热身赛,是因为他们流量高吗?